男人以鞭打女奴为乐 他会鞭打在女奴的身体上 女奴疼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浑身颤抖起来 姜哥认出变态曾打过自己的妻子 他一枪毙了变态 一个白人赶来就要掏枪对准姜哥 姜哥拿起鞭子就往他的身上抽打 鞭打够了就枪杀 这一幕让黑奴们大为震惊 因为当时黑人都是吓得人 被白人使唤 从来没有黑人把白人给杀了 随后一名赏金猎人赶来 他二话不说就向远处开枪 骑马的通缉犯应声倒地 鲜血都溅到了黑奴种植的棉花上 接着赏金猎人向庄园主老头解释 这几个被杀的都是通缉犯 他和姜哥是在为民除害 然后就拖着几具尸体扬巢而去 就在黑白双煞半路休息时 老头却带着手下打算偷袭他们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庄园放肆撒野 还任由一个黑人对白人开了枪 真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随着老头的一声令下 带着白色头套的手下们纷纷进攻 却没有人找到赏金猎人和姜哥 但赏金猎人早就预料老头会来算账 于是藏好后扣响了枪 马车上埋伏好的炸药就爆炸了 围在马车周围的老头手下全军覆没 原来这是一出空城计 随后赏金猎人把枪给了姜哥 让他顺手把老头也解决了 他们二人一起经历过了生死 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随着赏金猎人的指导 姜哥的枪法也越来越好 是个宝贵的可塑之才 原来在南北战争前夕 黑人还是被白人奴役的对象 黑人姜哥也是带着脚料的一员 他们即将被贩卖到远方 只能带着脚料日夜兼程 好暗时抵达贩卖市场 就在这时 有个马车乘着夜色迎面走来 马车上面还有个巨大的牙齿 果不其然 马车主人就是个牙医 不过他并不是来买黑奴的 而是因为一个案件 急需一个目击者证人 姜哥站了出来 表明自己是目击者 贩子看到他俩密切的对话 以为在密谋什么大事 警惕地端起了枪 别看牙医软弱无力 但他才是真正的王者 还没等贩子开枪 他就已经将他们解决了 真是干净利落 黑人们都吓呆了 不知所措 随后牙医帮姜哥打开了脚料 而且替他换好了贩子的衣物 以便逃跑 现在他是自由身了 当姜哥驾着马车 来到了小镇上时 白人都对此感到很新奇 因为在那个时代 黑人几乎都是奴隶 下等人是不能当马车夫 或者拥有一辆马车的 在众目睽睽下 姜哥和牙医一起来到了酒吧 不出所料 当酒吧老板见到黑皮肤的姜哥时 直接没有好气地要把他赶出去 由此可见 牙医对黑人的平等和友好 在当时算是极其罕见了 不过牙医也不是好惹的祸 将酒吧老板给轰了出去 反客为主 还招呼不知所措的姜哥休息 接着他自曝身份 说明赏金猎人才是他的真实职业 说白了就是追捕通缉犯 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拿去换钱 这样一想 他好像也是匡扶正义的一份子 至于他询问姜哥的案件主角 正是最近他要捉拿的对象 姜哥曾在这三个坏蛋手下做事 如果他能够协助牙医办事 那么日后发财他也有一份 正聊得欢时 酒吧老板已经叫来了警长 要好好质询一下这两个人 没想到牙医不但没有亮明身份 以赏金猎人的名头自保 还直接把警长给解决掉了 这下可把当地的制服人员惹恼了 他们人多势众 个个都人高马大的 还带着武器 要围剿牙医和姜哥 牙医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这点小事难不倒他 只见他和姜哥举起双手投降 走出了酒吧 随后他却拿出了警长的通缉令 表示他应该拿到奖金 而不是承诫 于是制服人员只好把他们放走了 姜哥表明自己想要去找妻子 因为他们一起出逃 但妻子却被抓了回去 为了拆散这对苦命鸳鸯 主人决定将他们分开来卖掉 不过在救赎妻子前 还是得先帮牙医找到通缉犯 他们来到一处庄园 这里的主人是个老头 他们假借买女奴的借口 向女奴打听情况 很快姜哥就锁定了目标 他曾经也鞭打过姜哥妻子 随后他就和牙医 以赏金猎人的身份 痛快地报仇雪恨了 接着黑白双煞来到了一个小镇上 发现了一单黑奴的贩卖记录 牙医锁定了目标 姜哥的妻子应该就在那座庄园 想出一个计划 他假扮土豪 让姜哥当牙医贩子 来买黑人决斗室 攻击白人赏玩 也就能顺理成章地 把姜哥的妻子买下来 他们来到了庄园主的别墅里 和庄园主一起观赏 黑人决斗室的表演 这样的表演实在过于凶残 但庄园主看得兴致勃勃 真不是一般人的心理 见到姜哥是个黑人 但是却打扮得很是庄重 还和白人牙医一起上得了台面 庄园主对他很感兴趣 姜哥也摆明了自己奴隶贩子的身份 随后牙医爆出了高价 好让庄园主幸福他们是来买人的 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庄园 却在路上发现有个黑奴要逃跑 还被狗撵上了大树躲避 牙医看不下去想花钱买下他 但这样的善举实在不像白人应该有的 所以庄园主对黑白霜煞起了疑心 下令放狗把黑奴给吃掉了 看到如此残忍的做法 牙医和姜哥也只能忍耐 姜哥向庄园主打听女奴 果不其然 姜哥的妻子就在这里 但他因为试图逃跑 所以被关了起来不给饭吃 被放出来时差点没命 晚上还要被带出来服侍人 幸好牙医接下了他 姜哥也顺利和妻子重逢 吓得妻子直接倒地 在晚宴上 姜哥却忍不住一直看妻子 这引起了黑人管家的怀疑 庄园主还火上浇油 脱下姜哥妻子的衣服 给大家看他被打伤的后背 姜哥差点就要拔枪 却还是理智地收了回来 黑人管家更是把他的愤怒看在眼里 就在吃饭后的闲聊时间 管家把庄园主叫到房间里密谈 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那就是姜哥和他妻子有勾当 牙医也必然不是为了买决斗士来的 而是为了帮姜哥解救妻子 于是管家想出了一个损招 让庄园主当着姜哥的面羞辱黑人 好用激将法逼他献出原形 只见庄园主拿出黑奴的头 他撬出了一块骨头 解释这就是黑人奴性的罪恶之缘 即使被羞辱也不会反抗 随后他开始怒吼 因为自己被欺骗了 他命令管家把牙医和黑人姜哥的枪搅了 把姜哥的妻子给摁在座位上 威胁他们拿出更多的钱来买他 看着庄园主拿出锤子 就要把他给锤扁 无奈之下牙医只好掏出更多的钱 但交易完成后 庄园主还不放人 要和牙医握个手才算完成交易 不然他就会让管家绷了他们 看着庄园主不好惹的样子 牙医感到缴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于是夺不来到他面前 只见牙医拿着枪 直接枪杀了庄园主 黑人管家抱着他失声痛哭 牙医随即也被处理掉 一时间屋内变得鸡飞狗跳 姜哥也不甘示弱 拿起枪就是一阵秃秃 姜哥把屋里屋外来的 全都一网打尽 战斗力报表 不过他的妻子还在别人手上 脑袋正被人用枪顶着当人质 为了让妻子平安无事 姜哥只好丢了枪 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姜哥被捉住后 遭到了飞人的虐待 只能被绳索倒挂着 脑袋朝下 就在他要被切掉器官时 黑人管家却把人制开了 都是同种族的人 想必管家会发发善心吧 但没想到 管家却有更毒的寂寞 他要让黑人生不如死 去矿场抡大锤砸石头 做苦力折磨他 在被押送的途中 姜哥和负责人撒谎 讲起在种植园时期 他曾发现了三个逃犯 自己则是赏金猎人 是要去庄园主的地里执行正义的 却被误会当成了黑奴 还怂恿负责人来一起逮人 拿到赏金后会分给他一些 他侃侃而谈的样子不像是编的 负责人看似被哄骗住了 却去询问了其他被关押的黑人 他们一概表示不知他是谁 但姜哥会和白人谈笑风生 地位一定挺高 所以负责人就信了姜哥的鬼话 给他松绑后还找了把枪 好让他带着自己一起杀回马枪 就直接端起来枪杀了 所有负责押送的人 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姜哥葬送了生命 姜哥英勇的身姿 在飞扬的尘土中显得那么伟大 他已经不再是唯唯诺诺的奴隶 而是要靠着自己的双手 争取自由的人类 他无所畏惧 只想着回到庄园救出妻子 为救赎自己的牙医复仇 他将麻痹准备好 在杯上炸药 为黑人兄弟们打开了牢笼的门 随后就扬长而去 踏上复仇的道路 看着他策马奔腾的背影 黑人兄弟也意识到 姜哥是个纯血英雄 他满载着复仇的心 回到了庄园中 一进门 就毫无顾忌地射杀 子弹飞射的声音不绝于耳 屋内的人都被打得血花四箭 来不及反抗 很显然 他准备大开杀戒 看到惨死的医生 还没有入土为安 姜哥对这个救赎了他的人 心怀感激与悲戚 但使命在身 只好先做告别 随后他来到了小黑屋 姜哥解救了 备受折磨的妻子 他们立即要准备一场复仇 就在这天晚上 那些给庄园主送葬的人 穿着肃穆的黑衣回家了 姜哥也在别墅中 等他们很久了 他只放走了一个黑人女仆 然后冷酷地开枪 瞄准了那些作恶多端的人 尤其是一辈子都为庄园主 做尽坏事的黑人管家 姜在别墅中埋伏好的炸药点燃后 就走出了门 像看自己的艺术品一般 仰头望着别墅被炸得灰飞烟灭 火花纷纷落在了地上 显得尤为壮观 他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然后和妻子一起策马 远远地逃离了这个罪恶之地 寻找自己的自由 再也不回头 从此浪迹天涯 不再被白人所束缚鞭打 那才是他们本应该得到的未来